陪小星星要做的一百件事 栽橙子 出发 出发 我们现在已经回到农村了 到处是柑橘 注意安全 别掉下去了 为什么下面有个救生圈 万一有人掉下去了 就可以抓救生圈爬上来 看套了袋子 为什么要套袋子呢 防晒伤 也不是防晒 也是防毒 防冻的 那为什么有的套袋子 有的不套呢 还没到时候 这些是果冻城 吃起来很Q 它好多都被鸟吃了 因为它的皮薄 肉多 很甜 所以好吃 所以被鸟吃了 你这个广告嫌疑太重了 我又猜 我们又没有念街 这个就直接喂小动物了 喂鸡 喂鸭 喂鸟 这本来就是被鸟吃了 这个山上大家看到的 全部都是果冻城 到达牧地地 随便摘 哎呀 很专业嘛 对 这家伙专挑大的 哇 这个画面好美呀 它好享受啊 好多 味道怎么样 没有那种 哎呀 犯罪现场 人证物证俱在 当心我送你们上法庭 他想直接接着 把椰子剪了 剪了个镜子 对你 哈哈哈哈 我给你用手接都不行 哎呀 大家伙 偏绿的不甜 专专业 尖 尖 尖 又来三个 这个 一剪煤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一剪煤 注意安全 就按到里面了吗 对 对 要不然他会把 其他的搓伤 搓到肉里面 对 煎 煎 你不是专业的 你们的专业的 还会搞笑 他很专业了 哈哈哈哈 他小时候就剪过 哈哈哈哈 其实最近几年 农户的收成都不是很好 因为 雨水太少 农户都是靠天吃饭 所以不得不从其他地方 抽水过来 这样子成本也会增加 这是啥 啼嘎宝宝 太小了吧 他还能长大吗 听天由命吧 哈哈哈哈 那个橙子上面有几只蜜蜂 说明那个橙子特别甜 因为蜜蜂 他只会挑比较甜的橙子去吃 哎呀 哎呀 没抓住 这还有一个 耶 厉害 掉到坑里去 嘿嘿嘿嘿 小星星的意思是 他要在下面挖个坑 让柑橘 踏踏 掉到坑里 是这个意思吧 嗯 嗯 哎 哎 我们在这里 哈哈哈哈 很快吃 哎 够了 哎呀 哈哈哈哈 让我们一起踢 踢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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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休息一下 你慢慢踢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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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 太客气了 我们准备 我们准备 打到皮肤 大家看到这个管道了吗 这里是一口井 这个井口特别小 但是这口井里面的水可以供挤周围200多亩的柑橘林 如果没有那口井的话 这边的果子不可能长这么好 Moments later 你是小妖怪逍遥又自在 嗨 你叫什么名字 这就是成仙 你跑了成仙 哎 跑了 这个就是果冻橙 完全成熟以后是橙色 今天已经成熟的 没有到最佳状态 现在还不是最佳状态 11月份才是 趁早的 你也给我起 哎呀 收获满满啊 买单 买单还是买单 哈哈哈哈 土鸡蛋 哎呀 这多不好意思啊 哈哈哈哈 赶紧收下 赶紧收 哈哈哈哈 哎呀 我们这 你好意思要 啊 也不是别个吧 什么不好意思 有啊 哈哈哈哈 你完全没有熟 是不是 嗯 soon after 我们回来了 红薯饭 妈妈的味道 这段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请帮我们 点赞 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这就是农村的宝宝玩的项目